大车小车会集一起进入隧道 这里是迄今通往高雄唯一的连外道路 过岗隧道 通车迄今已经有事十年 距离新建石原先设定的使用年限 只剩下十年的时间 交通部曾经构想等国道7号通车之后 再启动过岗第二隧道计划 不过高雄市政府为了及早进行 因此在2021年就已经先争取了进费 进行第二隧道可行性研究 那在评估的部分也有 渝岗路和扩建路的方案 那在渝岗路这边呢 因为它的包含那边周边的交通量 相对来说 比较能够复合未来衍生的交通量 还有在用地的部分呢 取得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来考量整个效益 还有成本等评估 那我们就建议采用渝岗路的方案 就是从渝岗北山路到旗津 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路线的长度呢 大概是2460公尺 预估的经费 以现况来做预估的话 大概是141亿这样的一个经费 那公旗的话预估也差不多接近10年 那我们也希望 交通部能够尽快来做 下一个阶段的相关的作业 能够尽快来进行 不只是中央关注 地方也相当期待第二隧道计划能够尽早执行 一来可以提升交通品质 也避免第一隧道太过老旧衍生安全问题 不过在地理掌担忧 由于里内连外道路多 货柜车更是密集 再加上第二过港隧道通过 黎明的道案问题恐怕会更加严重 因此期待政府单位借此工程 重新规划周边道案设施 有必要再新建一条 比较完善也符合现代化的这个过港隧道 不过这个过港隧道 我们在地人比较担心的 可能就是在于说整体的交通量 旧草崖地区来讲的话 我们被金服路 中山路 渝港路 新生路所包夹在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在地的民众要通往到市区 我们都要行进这些大马路的时候 而且这些大马路也有很多我们的货柜车 所以我们很期待说过港隧道 它在做新建第二条过港隧道的同时 能够把周围的连外道路 都可以一并来做调整 包含号制 包含标线 包含路面品质等等 都能够让在地的居民 有一个更完善的道路可以来做使用 那再来也就是说我们也很期待 市府或中央一起来新建 这个第二过港隧道的时候 可以连接前证渝港大改造的这个方案 尤其前证渝港未来变成观光渝港的时候 它可以串联齐津的这个观光 带动整体我们海岸线这边的观光旅游 是不是能够让前证渝港跟齐津的这个旅游方案 有一个配套 我们也期待这个观旅局 能够有做出一个设计的方案 让更多的旅客可以看到我们高雄海岸线的美好 交通局指出第二隧道的可行性评估 今年5月初已经送交通部审核 后续还有还评综合规划等程序 整个工期估算月需10年的时间 应可在第一隧道延寿年限到达前完成 期待届时可以提升交通素质 带动地方繁荣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道